小杜小杜 在哪 我想买番茄 番茄 辣椒 茄子 黄瓜 当蔬菜种植遇上智能化 会带来怎样奇妙的变化 本次于上探访第三站 百度智能云来到蔬菜之乡 山东寿光 受到农业数字化变革 农民增收大举影响 近年来寿光设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 而如何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链前中后端一体联动 是当前受光面临的重要课题 2021年7月 百度智能云智慧城市专家 与山东物责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展合作 打造受光设施蔬菜智脑 助力受光设施蔬菜的标准化 数值化发展 提升农业智能化水平 把鱼个蔬菜大棚摇身一变 成为一座座现代化的农业工厂 菜农通过智脑大屏 手机APP 便可看到蔬菜种植环境情况 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投入与劳动强度 经验种植的这个过程 我们转变成这种智能种植 经验种植到智能种植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经验种植咱知道就是 什么情况下我现在发生虫害了 我应该是做什么样的一些操作 那现在呢就是 我们是利用我们的这个飞奖平台 结合农民 就是当地的这个农民 以及它种植过程中这种数据呢 海量的数据 来去实现了这种模型的这种训练 能直接实现了说是 我们把农民的这种 以往的这种种植经验 给它转变成了一种模型 利用这种模型 任何一个人来了以后 远程就能操控 受光设施出在智脑 由设施农业数据化服务底座 设施农业智脑数据资源中心 和设施农业数据化支撑中心组成 依托百度智能云提供的云计算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领先技术 构建基于基因 加环境 加管理 偶合关系的 设施农业算法引擎 一个智脑大屏 一个菜农小屏 受光蔬菜 在生产种植 灾害防控 产量预测等方面 经个全程进行清细化管理 蔬菜产业实现体质 增产 降板 增效